同學,大家好 我今天會教大家如何進入我們的虛擬課室 稍後大家在校網就會見到一個叫停課不停學的橫額 然後你按下去 系統會要求你輸入電子郵件 提一提同學,這個電子郵件必須是學校的電子郵件 如果同學遺失了,請你聯絡你的電腦老師或班主任 好了,你用了你的電子郵件登入之後 你就會進入虛擬課室的大堂 提一提,如果本身你自己在用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 你需要下載一個叫Handle Meet的軟件 你可以自行到不同的App Store下載 或者搜尋,又或者你去到這裡數個二維碼 也可以的 好了,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入我們的課堂 我帶大家今天去到我們的2A班課堂 你只要按2A 它就會顯示到 2A班的上課時間 假設現在我們是星期一的9點 我只需要 按數學 然後呢 你就會見到 好了 你就會見到這裡 一個畫版面 當然了,同學可能像我這樣,怕醜 你就可以按這個 關閉相機 然後就按 立即加入 好了,當中你就會見到 在這裡有很多的 應該會有很多同學,或者老師在這裡 你可以用你的語音去發問 又或者是在即時通訊裏面 去打字的 例如 Say Hi 是的 我就不在這裡做了 OK 好了 上完課之後 你可以 去做一件事,就是去到 離開 好了,然後 就可以去休息一下 好了,接著上第二課又怎麼辦呢? 同樣道理 對了,去回你的班房 去回你的班房 然後 按同樣連結 當然了,同學你留意一下 除了某些特別的課堂之外 其實我們盡量都是一班 跟一個房的 即是說剛才我在數學堂裡面 其實只要我不離開 不離開 其實我本身就可以 去到 直接 等回數學老師來 正如平時我們上課一樣 在課室裡面可以等老師 在整個操作上如果有任何問題 可以先聯絡班主任 好,那我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可以投入學習 好了 好,謝謝大家 我是 你 你 我